再来对轮回众生的慈悲的心 我们修这两个心 所以同样各位平常在家里 都可以这么做来帮助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华菩萨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2014年我们录制佛心花海 那这一档的题目 我把它定为灵活尾部 听见花开的声音 那我们知道灵活尾部 这四个字 它是源自三国的时候 曹子也就是曹子健 他所写的洛神父 那我们知道呢 曹子在三国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 当时谢灵印曾经说过 天下人的才华 如果有一旦的话 曹子健独得八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谢灵印对于曹子健文采的一个赞叹 那为什么用灵活尾部 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因为我这些时间呢 常常有姻缘在外面 跟很多人分享花衣的美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人呢 很多人都很容易会 因为工作的紧张压力 会忧郁 会肇遇 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自然的一种美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借用佛法 那我个人觉得呢 佛法呢 就是我们生命最好的一个善法 我们可以借用佛法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呢 灵活维步 所以呢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 那各位爱华菩萨 我们待会儿一边看 然后一边的聊 那各位爱华菩萨 首先看到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 小芭蕉 那我们知道呢 芭蕉在夏天的时候 它是特别的美 也就是呢 我们知道这属于蕉类的植物呢 它一般来讲都是生长在夏天 所以夏天它会生长得 非常的好 然后呢 芭蕉在古代呢 我们称它为绿天 那也称它为绿扇 我们说芭蕉开绿扇 所以我先把这个芭蕉呢 插上去 好 那我在固定这个芭蕉的时候呢 好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花器 那我今天选用了一个 有一点点造型的这个花器 因为呢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花器方面 还有花型方面 会稍微有一点点偏造型的感觉 那这个花器本身呢 陶一家在创作的时候 它是以椭圆形来制作的 那我们知道一般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 认为花器是以圆形为最古典的 那可能有一些些的变化 那很特殊的一点就是说呢 陶一家呢又在这个盘的里面又做了一个小盘 就是盘中有盘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这样子会让我们感受到 有时候我们在大自然中 我们会看到呢 有时候在一个西建中 然后会有那个潭水 那潭水会有一个大潭水 一个小潭水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以这样的一个花器来试试看 那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 施法自然 也就是说呢 大自然是一个无上的善法制点 就是说我们常常呢 会跟大自然做一个学习 那所以说陶一家在做一个这样的花器的时候 他可能也是看到自然的一个景象 然后他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花器的造型 不过我们今天先不要以这样的一个花器来运用 其实他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很特殊 有时候在插座的时候 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今天呢 我在这个花器里面呢 我运用另外一个手法 也就是说 我在里面再放一个剑衫 那这个剑衫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要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我把它垫高来 然后呢 我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放在我的盘里面 做一个创作 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这个 这个佛像 佛法 跟自然的景象做一些变化 那我们知道呢 观音有三十三种的化身 有各式各样千百亿化身 那我们可以应用 观音好像在那个 灵波尾部的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 灵波尾部这四个字呢 我们说当时呢 最主要是因为潮植形容若神 就是若水的女神 它在水面上 灵波的感觉 那但是呢 我想我们刚刚说 以现代的时代 跟社会来讲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运用善法 因为我觉得佛法呢 就是最好的 这个时代的 灵波尾部的一个妙法 也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 灵波尾部 那不受适成的一个感染 好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两支的芭蕉 那就把它 这个空间的高度跟宽度 然后 那个夏天的那个 绿意昂然的感觉 就插起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的手上有一支 这样的一个 这个天堂尿 那这个天堂尿 是有一点点 变过型的天堂尿 那我们待会再来介绍一下 这个天堂尿 它为什么会变成 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那这个天堂尿呢 它的枝干的下段的部分 是比较细一点的 那我最主要加上天堂尿 一方面可以增加它的高度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可以增加它上段的 一个色彩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刚刚介绍过 就是属于教科的 或者天堂鸟科的花材呢 在夏天的时候呢 它都是 特别的 长得特别好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善用这个花材 那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我插的这个 花呢 它叫做垂浆花 小垂浆花 好 那这个垂浆花呢 它 也是夏天特有的一个花材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稍微的插个几支 垂浆花试试看 好 我们把它 因为这个花呢 其实我自己也很少用 因为都是在 夏天的时候 我们运用它 因为呢 这个花呢 它 在这个季节呢 它是长得特别好的 可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是 放暑假的时候 好 那我把它 让它有几支的这个垂浆花 让它有高低的感觉 好 那我已经插了三支的 这样子的一个垂浆花 那各位爱华菩萨 可以欣赏一下下 这个垂浆花的感觉 好 那这三支 我在这边呢 再做一点点 简单的一个照镜 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在若神父里面呢 记载了呢 若神呢 他倾踏在芳菲草丛之上 所以 曹子健在若神父里面 讲的 是有不薄恒而流芳 也就是呢 他形容呢 若神呢 他所踏的 都是在芳菲草丛之上 好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花材呢 我们称它为树兰 好 那我把这个树兰呢 它在这个夏天的季节呢 它也是会开出很多 像米一样的小小的 这个黄色的小花 非常的香 好 那我在这边呢 我看看是不是也加两支的 这个垂浆花 因为觉得它 有一种蛮特殊的一个 感觉 我们试一下看看 那叶子呢 我再稍微把它减少一点点 让整个井呢 有一点在树下的感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加另外一支的垂浆花 让左右两边的垂浆花呢 有一点点相互会映的感觉 然后呢 我在下顿的地方呢 我就用一点点香草类的植物 我们刚刚也介绍到这个树兰 那各位浮沙现在可以看到 树兰上面已经长得满满黄色 金黄色的这个小花了 那这个花只要一开呢 就会很香 那我在阳台上种了一棵 我 然后只要树兰开的时候呢 整个客厅都是香味 好 那除了树兰之外 我想游在夏天呢 我们知道夏天呢 是最好的 香花的季节 那 夏天呢 是所有的香花都在开花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个时候有很多的 像薄荷类的柠檬薄荷 还有各种的香草植物 香蜂草啦 虚衣草啦 这些植物呢 在夏天的时候都是 开得非常好的 好 然后我在下段加了一些 这个树兰呢 做绿色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也会发觉呢 它整个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呢 就好像 坐在绿色的草丛之中 然后我在这个下段呢 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一株的下段呢 我们也加了 加了一些树兰 那除了树兰叶之外呢 我手上有这个 这个叫做薄荷 那薄荷也是好香哦 我那天一买回来 才稍微摸它一下下 那 就觉得屋子里全部都是那个薄荷的一个香味 所以在 这样一个季节呢 夏天虽然天气很闷热 但是 所有的香草类的植物都在 都在盛开 都在 都在开花 所以让人家也会觉得 心中觉得有很多的喜悦跟感恩 好那在做完这个 薄荷的时候呢 还有两片的薄荷 我们把这个薄荷做再做一下下段 那当然我们擦盘常常会有两种不同的意境 一个就是主要是 譬如说夏天 我们可以用很空灵的水面空间来欣赏 水的美或空间的美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像我们今天的 我就是采用很多绿色的植物 而且是香草的植物呢 做下段 让它整个盘面上 几乎都布满了 绿色的植物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段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 各位爱博菩萨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小小的白色的这个小花 我们称它为石烤梅 石烤梅 那石烤梅也是一种进口的一种香花 因为台湾夏天高温潮湿 所以很多的花呢 都长得比较不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台北的那个花市呢 就会进口很多进口的花 那这些进口花 其实它买起来那个价位是比较昂贵的 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比较耐 所以我再下段加一点点粉红色的小花 那这种石烤梅它也是很特别的 一般的石烤梅呢 它的花朵是蛮大朵的 那这一组的石烤梅呢 它花是比较小朵的 那我觉得也非常的 非常的清新可爱 所以 我们今天在下段的地方 我们就加一些些的 这个小朵的这个石烤梅 然后这些 这一种 这一种 类似这一种花材呢 它常常也是都有很多的香味的 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插了一个这 类似这种石烤梅这种植物呢 在家里 然后就发觉 屋子里面有一个好特殊的香味 那我一直不知道 那个香味是从哪里传出来了 后来才发觉是 这种花草植物呢 它的 金叶上面 根叶上 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香味 那我把石烤梅呢 做比较中下段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盘 是比较小的一个盘 那各位阿波莎现在可以看一下下 这个花的一个 这个感觉 那除了这个 这个石烤梅之外呢 我们今天可能要加一点点的 这个煮花 那我来试试看 那我来用一朵莲花来试试看看 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今天的这个莲花非常大多 然后 但是这个莲花呢 它很特别 我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这个莲花呢 要怎么样能够让它是很盛开的 那我想在佛教的插花里面 最受到喜欢的大概就是莲花 那我们知道有一种是荷花 那我们知道有一种是荷花 出水浮容的那种荷 那另外一种就是小莲花 那我们再加上这个莲花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周围的这个绿色的植物呢 稍微把它 降低一些些 让它的那个莲花的空间可以出得来 因为今天的莲花开起来 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大 好那我这一次买的这个莲花呢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得 平常我们买的莲花常常都不会开 不过这个莲花是我两天前买的 没有想到到今天还开的这么的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一下下 我们很多的那个学佛的人或者甚至一般的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莲花 但是常常买回来都不会开 那我这一次呢特别去请教了那个卖莲花的人 我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莲花开 结果发觉真的还蛮有效的 今天的莲花就开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知道呢 他教我说莲花买回来的时候 第一天一定要给他换清水 然后呢 他说你要大量的剪掉莲花的这个枝干 也就是说你买来可能这么长 然后你第一天就要剪掉差不多这么长的枝干 然后再让放到水里 那我第一天就试了 我就把它剪掉这么长的 那结果第二天真的每一朵莲花都开 那今天是第三天了 结果昨天晚上我一忙就忘记要把它剪 结果其实没有想到今天早上 我给他剪了一下 然后呢 发觉他到了这个时间 我大概六点多剪了 然后发觉他到八点多全部都开了 所以我想很重要的就是 他需要经过的经过一种剪折的过程 那这个莲花呢 他就比较会开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呢 你必须要让水吃到 几乎到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地方 就是很高的地方 你不能只给他吃水吃到这边一点点而已 那这样子莲花就不容易开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 因为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莲花 可是每次买回来 第二天通通不开 那我这一次给他试了一下 发觉非常的成功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那除了这边之外呢 我在这边呢 我再加一朵的莲花 其实今天呢 本来以为这个莲花应该是含苞的 结果我没有想到他开了这么的大朵 这么的漂亮 我在侧面的地方 再给他加一朵的这个莲花 好 那我们就让他有两枝的这样的一个莲花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好 那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再加一些些的这个小枝的这个树栏 来做他的背景 背景 好 那这样子我们这一件作品就大概完成了 好 那我们藉由来看这一件作品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去感受到一下下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曹子在洛神父里面讲到 就是洛神能够灵波微步的这个过程 那我想现在的这个时代 跟这个 现在的这个环境呢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运用善法 来做灵波微步 那我们接下来再慢慢的聊 慢慢的看 好 那接下来的这件作品呢 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花器呢 它有一点像我们中华花艺的一个瓦花的花形 那我们知道呢 碗一般来讲 我们说它是宽口尖地 那那个这个花形呢 这个花器呢 我们是有一点像贝壳的感觉 也就是贝壳这样弯起来的感觉 那这样的花器呢 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 好 不过这一次 我们有一位朋友的孩子 他是一个学造型设计的 在澳洲读那个设计 建筑设计方面的 他看到这个花器就觉得很喜欢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 可见到就是说 其实时代的转变 那因为各种因缘的一种变化跟学习 所以我们要能够去接受各种不同的 现代的创作跟美学 好 那接下来我继续用这个 天堂鸟配合芭蕉来擦作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天堂鸟呢 为什么它会长成这样的样子呢 我们在花式偶尔会看到有人 卖这样的一个天堂鸟 那这个天堂鸟呢 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它是有原因的 我们正常的天堂鸟 都是会非常挺直的往上长 那这个天堂鸟大部分都是被风吹的 比如说被台风啊 或者被那个雨打了 整个天堂鸟倒下去了 那倒下去之后 它就会整个扑伏到地上 扑伏到地上之后呢 它还会再有一个向上生长的力量 那它就会生出各种不同的 特殊的一个造型 所以这个天堂鸟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生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看这个天堂鸟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受到 就是说人的生命呢 我们不可能都是在顺境中 那有时候在命境呢 反而是一个真上缘 让我们的生命 会有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美感 跟生命的一个新的哲学的思考的方向 那我利用这个天堂鸟呢 跟这个芭蕉的叶子 因为这两样东西呢 在这个季节配起来呢 第一个它花材的取得非常的容易 那第二个呢 因为天堂鸟的颜色的鲜艳 再配上芭蕉绿色的叶子的感觉 所以它就是这么的搭配 那我这个作品是 有一点点网花的那种竹屎叉的方法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叉的这个是我的屎枝 这两个构成我的屎枝 然后呢我在它的下段呢 我叉一个竹花 好那我们刚刚因为 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我因为买了一把的这个莲花 结果它今天竟然在这个时候开的这么的好 那我们就继续用这个莲花来做它的竹花 那以这个花材来讲 我们竹花可以单用一朵也可以 刚好这一枝它的枝干是有点弯曲的 那我们知道呢 网花的枝脚要成靶 所以我们擦的时候呢 那就让它 顺着它自然的这个枝干的感觉把它擦过去 好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下 这个花的一个感觉 好那除了刚刚我们用到那个花 我们思考美之外呢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做瑞香 那其实在中国古代呢 瑞香是中国的名花 不过这是进口的花 我们在中国还没有看过真正的瑞香 因为我擦花擦这么多年 我都还没有看过真正的瑞香 但是这是来自澳洲的这些花 他们说它是瑞香 我在想说 它是真的我们中国古代记载的这个瑞香 其实这个还有待考据 那据说呢 孔子的母亲生她的时候呢 就闻到瑞香 就闻到一股的这个香气 好那所以一听到这个瑞香这个花呢 就觉得对她特别的有感情 然后在中国的古话中呢 也常常会擦这个瑞香 好那我用两支的这个瑞香 来做她的下段的这个虫枝 好让她有一点点前后的感觉 好那也增加一点点色彩度 好然后呢 各位阿波莎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的这个 我们称她为小林头 那小林头的叶子也是非常的脱俗的 然后清新自然的 好我把它稍微的做一下她的后段 好让她有一点点下段的感觉 好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像她整个作品的这个感觉 好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来做她的基盘 好因为我们擦一件花 最重要要有一个基盘 基盘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把整个花拖住的感觉 好让她下段能够稳住 那我们在擦碗花的时候呢 我们说枝脚要成霸 好那基盘的有力呢 是整盆花的精神的所在 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再加一个基盘 好那我现在用的这个花材 好我们称它为海葡萄 好海葡萄 这个叶子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叶子 好好再找一片 好那除了海葡萄之外呢 好我再加一片的这个电讯栏叶 好来做它的这个下段 好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呢 其实一件这个网花的主使叉呢 它是需要有一些些的 这个基盘来衬托它的 好然后基盘的有力呢 是整件作品的重心 好所以我们在考试 考网花的时候 我常常都要特别叮咛学生说 如果你的基盘是下垂的 那考试的分数 就会被扣掉很多 因为它是整盆花的 精神表现的地方 好那我把它 衬托起来 好那我们再擦完一个 这样的一个网花之后呢 我们也来加一点点配件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鸭子 这样子的绿头鸭 像玻璃水晶的这个绿头鸭 那我想在夏天的时候 或者我们做水井的时候 我们可以搭配一些 属于这个夏天的 或者水生植物的这些 不只是植物 有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动物 那让两者搭配起来呢 那感觉上更有那种水的空间的感觉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林波尾布 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在这个洛神父的林波尾布呢 它带给我们世人很多的想象空间 像顾凯兹呢 晋朝的顾凯兹就 东晋的顾凯兹就 因为林波尾布 读了这个朝职的这个洛神父之后呢 他就画了一个洛神的图 那在中国呢 两宋的时候 宋朝的时候呢 也曾经名模过很多的模本 一直到现在 洛神父呢 都受到世人的一个肯定 那隐藏在洛神父的背后呢 有很多的生命的哲学 跟美学 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我们在下面的几集节目 再陆陆续续的在谈林波尾布 那愿此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法隆天 普勋众生 供入佛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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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很多菩萨 不断地付词中华印经协会 因为印经协会印了很多很好的精彩的佛教书局漫画DVD卡通等等 免费的要推广佛法 所以也希望各位菩萨 主动到各中心 来索取这些书 除了自己看 放到附近的素食殿 放到附近的庙 寺庙 人口聚集 医院邮局等地方 让这些菩萨们 有机会也能够接触佛法 并各位主动积极 做一个爱心菩萨 推广佛法 阿弥陀佛 愿您深入进藏 智慧如海 护持正好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应经协会 庆祝燃灯古佛圣诞 生命殿式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礼拜三千佛法会 恭请钻石法师领咒 日期10月11号星期三 至10月15号星期日 晚上7点 地点嘉义生命讲堂 地址 嘉义市民权路422号 点到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 普经观 佛多瓦对众眷术作词教研 正等觉佛多瓦根据众生八万四千烦恼或者中性 为对峙敌等而宣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归纳到三藏之中 如果以索权内容来案例 可归纳到三血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归三血者 初由戒学而产生定学 由彼定学而产生会学 此能断除一切烦恼而成就佛果 因此三血之中 戒学乃一切学处之根本 初学者以严守清净戒指为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烦恢复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要断除坦爱 其对质力应官修不进官 修不进官有五种方法 第一 欢慰母亲与兄妹 当遇到生起贪心的对境时 比自己年长的妇女 观想回自己的母亲 年龄与自己相当者 观想为自己的姐妹 比自己年少者 观想回自己的女儿 这样可断除贪心 第二 第二 观想为自残自贵者 我若非礼作义 具有不爱贵人的诸佛菩萨 会对此辽弱执掌 彼等会蔑视自己而不救度 对此辽在终于 我若做非礼行为 土地神及天神会将此事公知于众 今生会臭临远扬 乃是也会堕入恶曲中 如是对上下左右自身惭愧 也可以断除弹心 第三 观想为不敬不复臭 出观修女人之身 乃三十六种不敬物之皮囊 八万生虫之寄居处 就像夏季腐烂的狗狮 不满驱虫 一中如是观象 四观女生迂红 浓肿 既观过损发展为腐烂 再观不满驱虫 直至驱虫药事 最终观想为骷髅 便可断除弹心 第四 观为怨敌和凶手者 女人乃摧毁我修法意乐之怨敌 断绝解脱命根之凶手 毁灭散法 装种之冰雹 夺取一切功德之盗贼 障碍一切善法之魔女 令轮回痛苦不能解脱之欲卒 产生一切烦恼之根本 如是观想能断除弹心 第五 观想如万骑狂者 譬如幻师、幻化、男人、女人、大象、马匹等形形色色 而诱惑观众 同样 一切法都是虚假的 无有自信如同幻化一般 若对此贪恋 使一切友情在轮回中遭受痛苦 尤其是不真实 虚狂无益 过患极大的女人身体 在往昔也曾无数次使我迷乱 如今若不谨慎也当迷乱 如是观想能断除弹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以上的这些方式 都不能断除贪心的话 则此人已经着没了 应当清尽善之事 请求传给书圣方便法门 9.忍入法 险阿瓦格西上 险阿瓦格西 对所有图众作词教研 就总体而言 一切法可归纳为二 对他人断除恶行和利益他人 此中包含三藏及大小寸一切法 要修持此二种法 最为重要的是修持忍入 如果没有忍入 对损害自己的人会进行报复 如此则不能断除害他 如此则不能断除害他 如是更不能理他 因此修法圆满 必须要有缘辱 修忍入有四种方法 如剑法招使的观修 慈悲心的观修 如师徒般的观修 观修法性 第一 如果无地放肆则不难重磅 只有设法才能命中 同样 有前世造业的法子 今生才可能众他人作害之鉴 因此在今生遇到他人的危害 乃自己前世造恶业的功报 对此不应升起成恨心 不仅如此 在今生中上半辈子 对他人自造损害 在后半生中会遭受报应 乃至数年 数月 数日之中 甚或当下恶业 就会遭受宣报 因此 当了知一切损害 都是由自己恶业所干 如树立把子 招惹来剑 故对他人不应升起 嗔恨之心 第二 观修慈悲心的方法 犹如正常人 不仅不会取计较 精神病患者的言行举止 反而会对他生起悲心 同样 对我制造损害的人 也是被强烈的烦恼之魔 所掌握控制的大福祉 因以悲悲心相待 一般被磨作祟的精神病患者 他的病情并不是很严重的 因他只对自他的生命做危害 故危害的程度也不大 在时间上也只是数年 数月 数日的短暂 数月 数日的短暂 若与精神病患者比 所谓的正常人 在无始无终的轮回中 对众生的损害 无有停息 过损害的时间更长久 其身与异三门放逸行持恶业 遭受三恶曲过报 故自身所受的痛苦更为深重 后者比前者更为可怜 因此对损害自己的人 观修死爱和悲心 而不应生起嗔恨心 第三 师徒观修者 如果没有传戒的上师 就得不到戒体 如果没有传法的上师 就不能获得智慧 同样 如果没有制造损害的怨敌 就不能修持忍辱 故恶待我之彼等 都是令我修持忍辱的大善之士 因对他升起欢喜心和抱本心 将自己观为修持忍辱的弟子 而不神成恨心 第四 观修法行者 在圣意地当中 受危害的我 做危害的他 所做的危害 皆为妨戒空性 现在所显现的 对我做危害等 皆由自心迷乱所现 如梦不坏 故不应当升起嗔恨心 入菩萨行论云 比如睡醒的人 要知梦中的怨敌 无有自信 故不对他升称心一样 现在的怨敌 在圣意地中也无有自信 故与梦中的怨敌 无有任何差别 对他不能升起嗔恨心 而以休忍辱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 帮助其他众生 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 印在 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额到了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 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 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 小灾难 所以大家 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 樊琪寄给你 也多护持 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 三宝 风马旗的功德 佛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 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八关灾解 祭佛前大功 恭请战略法师主法 日期 10月14号星期六 上午9点 下午1点半礼拜 慈悲钥匙宝颤记护生 地点 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 台中市北区 崇德路一段 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04-2238-9987 法会备用免费消灾 超键牌位 供大众填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希望各位多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多扶持生命电视台 人人都来解杀放生吃素念佛 有时机心动推动 救生命的大事业 共同和大如来战 接下来请收看 海偷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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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师伟 大家好 佛教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有钱人 非常有钱 因为他爸爸留了很多钱给他 然后他又会做生意 赚了很多钱 他家里养了一只白色的狗 他这个白色的狗呢 就碎他死掉爸爸的床 而且吃的是金的盘子 他很爱那只狗 那有一天他就做生意了 佛陀就跑去他家 对那只狗骂 上辈子不会布施 现在做狗还要享受啊 那只狗一骂就躲在床下 不出来了 然后那个有钱人回家 狗怎么不出来 里面的仆人说 哎呀老板 有一个出家人骂你的狗 骂完他不出来了 哇 这个有钱人叫守家 他就跑去